大家好,我是狼眼,很高兴大家能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主要关于比特币投资,随后也说出不相关了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的选择就低级的韭菜,有种顶级思维就那么非定律 你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发生 关注狼眼,让你不再害怕 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一个,2020年11月29号星期天,晚上8点钟 那么目前比特币价格在一个18,100美金 那么目前比特币出现了短幅度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况 放量上涨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先从两个小时的线来看 我们从这个布林带轨可以看得出来 比特币目前是呈现了一波的一个上涨的趋势 那么昨天我们也是说到了比特币会进行的一波的一个上涨 那么冲破这个18,000美金的一个水平 那么昨天狼眼也是在这个视频当中 也是说到了一个比特币会进行一波的一个突破到一个18,000美金 如果能够按照狼眼昨天的内容所说的一个做多的话 那么你现在的话应该是可以吃到差不多600美金的一个利润的 600美金的一个利润 所以说你跟上狼眼的一个脚步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个错误啊 那么昨天大家也很明显 特别是在这个一两个星期里面啊 狼眼的一个录制的视频的策略就是非常准的啊 非常准的 大家可以回顾啊前天啊 大前天一些内容啊 包括我们722期的7217的727的啊 都是非常准确的一种判断判断 那么啊很高兴啊 很荣幸大家能够啊收听啊 狼眼的一个一个频道啊 那么啊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先关注狼眼啊点击这个订阅啊 我每次发消息的时候 你都能第一时间能够收听到狼眼的一个频道啊 那么从现在来看 我们从两个小时的布林带的鬼来看一下 那么从两个小时的布林带鬼来看的话 目前的话啊 比特币在上方是有一个压力的 看到没有 这个布林带鬼在一个18,333美金的位置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压力位置啊 说说在这个这一这一波里面的话 它可能会出现一波的一个小幅度的回调啊 跌破这个啊 就试探这个下方的一个支撑位置 在一个17,500美金啊 说说这一波的话 它虽然是短幅度的出现了一个啊反弹的反弹 它这个趋势啊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弹的信号 对不对 这一波的一个上涨的一个信号啊 上涨的一个信号 上涨的一波信号啊 这下方的从这个 MSAD一个能量处理也可以看得到 它逐渐是击穿了这个零轴之后啊 在这个零轴上翻了啊 在这个零轴上翻了啊 试探这个下方的一个支撑位置 在一个布林奈中轨的一个位置啊 然后再继续反弹 继续反弹啊 说说这一波的话 我们刚才在一个18,100多美金的话 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做空到一个上面的一个 17,000多美金啊 17,000多美金的一个位置啊 那么他这个因为他这个上涨 他也是幅度也是大的 你看这也是表现为一个上涨的趋势 总体的啊 呈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但是啊 不排除现在的有一个回调啊 回调 那么现在因为现在上方的话 他这个压力位没有啊 进行一个啊 释放 就是在这个18,333美金的位置啊 并没有击破这个位置 如果能够击破 顺利击破这个位置的话 他会继续的向上啊 但是他在现在这个位置 没有击破这个位置 他会进行一个回调 到一个17,000多美金啊 17,800美金 17,700美金左右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回调是可以看得到啊 回调可以是看得到 那么我们啊 怎么样才能抓住这一波的一个趋势呢 可以在这个位置啊 18,100多美金的位置 做空到一个17,000多美金啊 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个位置进行啊 接多啊 你或者你是也可以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接多啊 在这个 不离开中国附近也可以进行一个接多 然后进行一个上涨 因为这一波的一个趋势 有点像2017年那个牛市之后啊 第二波的一个涨幅啊 下跌到16,000 这边6,000多美金之后 随后进行反弹到18,000多美金 随后进行呢 一轮又一轮的一个下跌的情况 那么会不会历史会不会重演呢 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可以看得到啊 那么主要的判断还是啊 进行一个高位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上方的一个压力位置 在这个附近进行一个做空啊 做空到这个布林带中轨的一个位置啊 那么我们看完两个小时线 我们应该啊 来看一下四个小时线 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啊 那么从四个小时线来看的话 它目前是接触了一个布林带上轨的一个位置啊 所以说说这三双方都是在这个18,000多美金啊 8,200美金到8,300美金都是有重要的一个主力位置啊 主力位置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啊 它的量能啊 在这个位置释放了一部分 但是它目前的话接近了四个小时的一个啊 零轴啊 零轴回归到了一个零轴啊 啊 那么这一波的反弹的话啊 力度还是有啊 力度还是有 但是它要进行一波的一个短暂性的一个回调明白吧 短暂性的回调就是它它又跌到一个位置 然后去快速的进行晚抽 才有机会啊 因为它不可能一直上向上了 它要回调一波之后啊 然后要继续的进行向上了一个上涨 说说这一波的话能不能抓到啊 就看你们的命运啊 就看你们的命运对不对 有些人啊 他怎么说 他说不听 他就逆势而上啊 他就永远不赚钱 这种人啊 对不对 在这个市场上永远要啊 敬畏这个市场 同时我们赚到更多钱的同时也要啊 好好照顾自己啊 得到啊 照顾自己买更好的一些啊 房子啊 车子啊 啊 对不对 不然你赚钱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不对 能源也经常说啊 你该拿到的钱你就应该拿到啊 不该拿到钱 我们就不应该拿 就那么简单一个道理 应该能够学会啊 应该能够学会啊 那从四个小时线来看的话 刚才我没说到了这个这个位置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主流位置 在一个18300美金的柳柳水平啊 说说我们短暂的是看一波的一个回撤 回撤之后啊 再进行一个做多啊 做多 反正的大体的总体的环境 就是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但是啊 不排除啊 就是这个先回调之后啊 再进行做多啊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更好的一个选择 对不对 这样现在的一个啊 行情就这样子啊 非常的啊 非常的保守啊 我们应该保守一点啊 好有时候啊 行情的大概率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激进一点啊 要拿出自己的上率啊 上率去来啊 才能啊 向样人折服 对不对 所有的东西 就是拿出实力之后啊 才能得到一个验障啊 验障 那么最近我的社群里面也是啊 收获 我购买了 因为最近我们做的合约的策略 都是非常准确的 准确的 所以说很多小伙伴跟上的 都应该吃到很多肉了 很多肉了 也有很多朋友要 邀请我到他们的家乡 进行一个课访 或者去他家乡玩了 但是冷眼的时间 真的是太忙了 有时候抽不出时间啊 抽不出时间 等我啊 路过你们那边啊 或者是你到你们当地玩的话 我一定会啊 去你们当地去玩的 这一块一定在安排的 拖拖的对不对 那么啊 现在的话啊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啊 12个小时吧 我们看一下12个小时的线啊 它是接近一个 布林带的中轨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 是有个重要的一个主力位置 很多信号都明显小 是这个18,200到300的位置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主力位置 所以说短暂性的话 它一下子不能击破的话 可能会进行在这个的位置 疯狂的试探之后啊 因为从12个小时级别的话 它已经接快接触一个零走了 如果再不反弹的话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它在那个位置试探之后啊 在这个位置 进行震荡之后啊 然后进震荡 然后下跌啊 下跌之后啊 再进行反弹 那么大概的剧情就是这样子 那么从一个 一个小时级别来看的话 它的布林带啊 它依然是在这个布林带中轨 一个上方 那么短暂的接触 这个布林带中轨之后 快速的进行一个反超啊 反超啊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我们在这个量级可以看到 从这个日线级别 它已经表现为一个下跌的信号 但是它下跌之后啊 在这个位置 就出现了一个买入买入的一个信号 买入信号 应该是这个机构啊 不断的去强劲的一个买入信号 但是目前的话 它需要进行一波的一个短暂性的一个回调 那目前它进行回调的看到没有 它现在到17000多美金 对不对 和刚才我们的预测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说它挡刹会要进行一波的一个回撤 回撤到17000多美金吗 一样 7600到7700附近吗 这些位置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引 一个位置 说说啊 所有的 所有的操作 大家都应该跟上啊 跟上 怎么操作呢 操作呢 如果你不懂怎么操作的话 你可以添加狼眼助理 微信 加入我们的社群 狼眼会手把手 教你怎么进行一个操作 把这个合约学得透 研究得透啊 就那么简单一个东西啊 说说你们要学会 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大致就是这样子 如果大家还没有点关注的话 请点关注啊 大家在下方请留言啊 或者评论你对 这个行情的一个看法 看法 我看的不错的话 我帮你顶着啊 放出来啊 让大家一起欣赏 对不对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 先收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拜拜